好 來 我們從命理的角度 我們請周老師也來告訴我們 從手相來觀察 可以看說有哪些紋路出現的時候 就代表說自己快要出運了 要回運了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只要在你的手中心 出現了這種叫做正方格的紋路 就是出現一個方形的 這樣子的一個紋路 其實它稱為一個保護紋 就是有時候在 我們稱為這個叫命運線 就是易柱紋數那些 如果說有的人是沒有接在一起的 從這個地方它出現一個方紋 就是幫你的事業 能夠讓你突破這個難關 就是會減少損失 甚至於讓你這個事業能夠 再度的成功 如果說它是在生命線這個地方 它也是 有時候這生命線的這個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斷怎麼樣 它在這裡把它補起來 那就是表示說生命方面 也就是有驚無險 就是已經渡過難關了 這個就是要出運了一下 真的很好 很好的一個紋路 對 再來就是 出現一個樹的紋路 這個叫樹的 普通來講 老師是要從感情線生出來嗎 對 感情線這個地方的這個紋路 樹的 就是直的 直跟微直的部分 對 一般來講 除了三條主紋以外 橫的紋路都是代表一些坡折 樹的紋路代表即是要到了 那這個紋路來講 它就是會開運 它叫太陽線 它在太陽星的這個地方 所以說它就是表示說 就是等於類似一個成功紋 它說事情剛剛會成功 那這個地方 它是有一條樹的 從小指這邊過來 這個就是財運線 那財運線就是你的經濟上面 已經快要成功了 不好意思 現在看哪一小 現在看哪一小 左右都要看 男左女右 但是它有跟先天跟後天 所以兩有都看沒關係 所以這是先天有 對 有給鏡頭拍一下 其實美芸姐的紋路 也都很多是直線的 這個直線就代表說 中間那個紋路就是 你的事業會成功 在無名指上面 那個就是你的成功紋 太陽線 對 也是有 對 就是表示說 已經快要初印了 都出紋了沒問題 出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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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麵就沒問題了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個紋路 它其實不是紋路 它是一個星字紋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星星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在大拇指的下面 這個地方 就代表是你可以碰到一個 有名望 有才氣的 顯貴的人 就是人物來跟你交往 就是如果說還沒有結婚的 等於是說跟你有這個 男女方面的一個交往關係 如果說你是已經結過婚了 那可能就是你另外一個貴人 我們講說好朋友就對了 所以他一定會對你有一些幫助 美芸姐現在有錢的大老闆 在追求你 沒有 你不要亂說 這是大老闆 是財團 是財團 對 顯貴的人士 對 你要幫助教團嗎 我幫你介紹 你已經嫁人了 對 他就是 如果沒有結婚 可能會是男女關係的 這樣子的交往 那有結婚或是說 你根本沒有 他很可能就是一個 朋友之間的一種交往 可能就是 好像哥們 但是他會對你是有幫助的 是現貴的人士 那如果還沒有去哪裡走 我不是因為在講話 所以這個很重要 只要你那個紋路已經跑出來了 就表示說話要到了 已經不遠了 我們講說一個事情的發生 一定會有一個氣色 氣色它會形成是從你的手掌 先形成 再來會到你的鼻準頭 再來才到硬膏 再來才分布前身 好 來 另外就是說 來 另外就是說我們手掌心的地方 這個叫氣色 一定要在這個掌心的地方 它那個紅點 它不是一個感覺是一片紅的 它那感覺好像那個肉有一點 漂亮 有紅點 一點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它就代表你的氣色 已經開始好了 開始會有很多的 這些會說朋友 各方面會來幫助你 有嗎 有 有 所以那個氣色已經開始來了 表示說 你已經開始這個 我們已經要出來 找不到問題了 所以一定會很成功 你這一次的公演一定會很成功 謝謝 真的 就是說 尤其你們又演這種 就是有水顫的戲 對 其實你說看戲的有加持 或者是說 整個公司團體 情緒公司演 其實對整個公司企業也有加持 是形象的加分 除了形象 整個公司也有運勢也有加持 對 好 來 瑋瓦安老師 馬上幫大家做一個塔羅的占卜 我們在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最有希望 對 在未來一個月呢 選1 2 3 4 5 1個數字呢 然後看看哪一張牌 然後可以指示說 你哪一方面是最有希望的喔 選一個 好的 沒有提示 這是妍姐直覺3號 我也是耶 剛剛我一轉過去我就看到 那個3號一直跟我 他對你招手有沒有 好 3號 美妍姐嘛 3號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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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美妍老師 那我跳開好了 2號 2號 我4號 4號 好的 那我就1號囉 1號 好 所以今天最多人選 現場最多人是3號 現場大家都平均分布 那有人要換嗎 換5號 你覺得如何 5號 5號 你們1號換1號 對 我堅持 那我也換5號 我也換5號 好 那我們先來看5號 觀眾朋友 我們現場有兩位 背叛而逃的5號 跟觀眾朋友一起選是60分喔 好 我也在幾個 這個呢是屬於家庭和諧 就說家人互相扶持啊 然後男女朋友也很好 婚姻狀態也很好啊 對 小孩也很好啊 所以整個家庭是很和樂 那皇后牌因為是女生的牌 所以如果你是女生 或是你做工作呢 跟女性有關 譬如說你是化妝品業者啊 專櫃小姐啊 那也代表未來一個月 是有前進長的 是 那我們來看呢 是 堅守3號的呢 跟觀眾朋友一起選的是20分 但這個可能是很多人喜歡的 就是身心健康 這也是1號啦 對 因為世界盤呢 我也好名自己就要講 世界盤就代表一個 非常的圓滿的狀態 代表你的身體跟心靈呢 都非常的愉悅 健康滿足 而且充實 所以雖然說呢 以世俗間的利益來講 它並不是最高分 但是這個20分 可能是很多人想要 那如果你剛好前任的心情很不好 或情緒很低落 或是走出 很難走出難關的話 那選到這個未來一個月 難關會解決 而且你的身心裡 都會很健康想得開 謝謝 這個也是很多人喜歡的 那我們來看4號 周老師跟觀眾朋友選的 這個是100分 這個觀眾朋友選到很不錯 這是工作出頭天 可以找到工作 那轉換跑道也很適合 在公司裡權力也是巴著住 所以皇帝牌來講 不管男生女生選到這個 在工作上都可以出人頭替 而且是非常明顯的一個大進步 好 那來看2號 有觀眾朋友跟我們 現場一起選的是40分 沒關係 這個呢 也是很多人愛的 全力彰顯 如果你在前一個月 有被壓制的狀況 或是你在家裡都沒人聽你的話 或是在辦公室 老師管不下屬下 選到教皇牌 代表在你的努力之下 你的全力彰顯 大家終於聽你的話 分數沒有很高 最重要是因為這是一個任老任月的 所以大部分事情都是你在做 所以它的分數沒有那麼高 但是不用擔心 你的全力可以拿回來 是 來看1號牌 有靜純姐跟觀眾朋友選到80分 謝謝 有這個非常多人喜歡的桃花旺審 這是8環 就是和和的次數會越來越多 然後男女也越來越開心 交往的這條也越來越多 而且又青春又美麗 最重要是新鮮的牌 代表從天而降的好桃花 所以你的桃花會有朋友介紹 會有好友介紹 會在朋友聚會裡遇到 總之這個月就是桃花很多 好 把體力練好 太棒了 好 來 節目的最後 這一次他們雲哥仔戲團 這是年度的大公演 對 美芸姐 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要公演的時間 地點 在那裡 9月24 25 26 27 在國家劇院 然後4 5 6是晚上7點半 然後禮拜天 最後一天是下午2點半 在9月份 歡迎觀眾朋友來幫我們碰到幾岩 快來票要賣完 好 加油 對 尤其是我們人生 目前有一些卡住 不管是感情或事業的朋友 對 生命轉瞬即逝 怨念卻可能糾纏生生世世 這是水燦喔 來這裡看起來有價值喔 是喔 開箭給大家喔 對 我們都會去喔 我們一定會去看喔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